各位同學,大家早 我們今天要進入四字二 地圍彈性碰撞 請各位看到課本的142頁 那什麼是一圍呢? 是直線的,直線的碰撞 如果是平面的彈性碰撞不在我們討論的範圍 我們先討論最簡單的 一圍一條直線上的彈性碰撞 那麼,彈性碰撞過程 其實它就是先接近,然後再遠離 對不對?我們來複習一下 在上個章節介紹過的碰撞的過程 第一步是先互相靠緊 把這個舉一個例子 就是把方塊畫出來 一開始N1,N1有一個速度 叫V1 去追撞 N2 N2一開始速度比較小一點 所以會被追上,撞下去 那如果是彈性碰撞的話 我們上一次的內容曾經提到 過程中就是只有彈力 或是其他的保守力在做工 這樣才會符合彈性碰撞 待會我們再複習彈性碰撞的條件 那總之呢,我們想說它是像有彈性的 所以中間一個彈網 這樣子 那接下來接近接近接近 總不會一直接近下去 它最後會達到一個點 特別的點 叫做最靠近 在最靠近的時候呢 會發生一個有趣的現象 有一個有趣的概念 那就是他們的速度會一樣 他們的速度會一樣 最靠近的時候 兩個物體速度相等 怎麼會這樣呢 因為接下來要開始遠離了 接下來要開始遠離了 一號物體速度是變慢 二號物體跟它撞了會變快 可是遠離的時候是二號比一號快 是二號比一號快才會遠離 所以一號變慢二號變快 什麼時候二號會開始超過一號 就是他們的瞬間 他們速度相同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是即將開始遠離 就是最靠近的時候 這時候兩個物體的速度會一樣 而且更神奇的是 剛好就是直心速度 剛好就是直心速度 直心速度公式 直心速度公式 然後 直心速度公式公式 下一個V 加N-2 乘上一個V 去除上等萬加N-2 誒呀 這個V 在他們速度相等的時候 這個V提出來 那萬加N-2 除以等萬加N-2 那V就等V-C 好那接下來第三個階段 就是分離 分離 分離的時候 我們的一號速度就比較慢了 一號速度就變小了 二號速度就變快了 彈簧繼續畫出來 其實最接近的時候還有另外一個意義 就是彈性未能會最大 因為它壓縮的最多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預測彈性碰撞的結果 來複習一下 彈性碰撞跟非彈性碰撞差在哪裡 非常好 碰撞前後的總動能 是不是有相等 如果碰撞前碰撞後 總動能是相等 那就是彈性碰撞 如果碰撞前的總動能不相等 則是非彈性碰撞 那藉由動量手橫 跟總動能前後一樣 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預知彈性碰撞後的結果 首先我們把總動量手橫寫出來 還記得嗎 上一個章節我們提到 如果是一號二號互相失利 互相碰撞 沒有三號對他們碰撞 那一號二號這個系統 就會走動量手的 無論它是彈性還是非彈性碰撞 那動量手橫的式子怎麼寫呢 N1V1加N2V2 然後呢 N1V1Pi加N2V2Pi這樣 那第二個 如果是彈性碰撞 則要遵守前後總動能相等 這件事 那前後總動能相等的式子 怎麼寫呢 沒錯 我們要做 2分之1N1V1Pi 加N2V2Pi 加N2V2Pi 等於2分之1N1V1Pi 等於2分之1N1V1Pi 加N2V2Pi 加N2V2Pi 這樣子 接下來呢 這兩個式子可以去做連立方程 我們來做做看 首先 把動量手橫的式子 把N1的都丟到同一邊 轉變這樣 轉變這樣 然後呢 上面這一個 前後總動能相等的式子呢 A1V2Pi 都有出現 就不要寫了 那一樣 把N1的都丟到同一邊 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A平方-B平方 有沒有想到一個數學的關係式 沒錯 A加B A減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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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V1減V1Pi 乘上 V1加V1Pi 就會等於 負的N2 V2減V2Pi 乘上 V2加V2Pi 這樣 那我們把這個叫做B 那這個橘色的式子呢 叫做A 來比較一下 A和B 是不是有一些一樣的地方呢 沒錯 這個 N1乘上V1-V1Pi 以下也出現了 N1乘上V1-V1Pi 右邊 右邊呢 負的N2乘上V2-V2Pi 這邊也是 負的N2乘上V2-V2Pi 所以 把B和A拿去相除 其實會得到很簡單的結果 由B除以A 就會得到V1加V1Pi 等於V2加V2Pi 這麼神奇的結果 那如果我們把有Prime的放一邊 沒有Prime的放一邊 區分碰上前 碰上後 就會得到一個神奇的結論 這叫做 接近速率 等於分離速率 對不對 因為啊 V1-V2 其實就是兩個物體的相對速度 那後面的V2 後面的V1-V V1Pi-V2Pi 這也是碰上後的相對速度啊 那也就是 互相接近或互相遠離的速度 只不過 方向會相反 也就是說 舉例來說 如果我和你做彈性碰撞 我一開始的速度是2 不是 如果我和你做彈性碰撞 那 我和你速度 你正在靠近我的時候 我發現 我發現你的速度是3 那撞完之後呢 你發現我遠離你的速度是3 這樣子 所以 這是一個 彈性碰撞的結論 我們也可以用這個來驗證 是否 為彈性碰撞 用接近速率和分離速率的方式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如果叫做C的話 把C帶回去A 那最後就會得到 我們這個章節的最重要的公式 就是 彈性碰撞 簡稱彈碰 它的墨速 方式 它會寫成這樣 1號碰撞碗的速度 會跟兩項有關 第一項 跟1號碰撞前的速度有關 第二項 跟2號碰撞前的速度有關 這兩個是一個分數 分5都是總質量 這是一個記憶方法 分子有點特別 如果是1號碰撞碗的速度 那這邊分子就會是N1-N2 那這邊會是2N2 這兩個2N2加5-N2 剛好是總質量 這是一個記憶方法 2N2 只看分子這個數字 去加上N1-N2 剛好是總質量 然後 如果是想要知道 2號撞完之後的速度 其實可以從對稱性的角度 來思考 今天1號2號發生碰撞 其實誰是1號誰是2號 也沒有說一定要怎麼規定 所以1號碰撞後的速度公式 跟2號碰撞後的速度公式 應該是要一樣的 因為1和2是人去規定的 所以如果是2號碰撞後速度公式 就把1和2 5號調換 1號碰撞後的速度 一樣分母都是N1加N2 所以調換1和2其實沒有差 那有差的是分子 分子這邊 如果是2號碰撞後的速度 第一項的分子就是N2-N1 第二項則是2N1 這一個就是我們的彈性碰撞的末數公式 那它可以用在我們接下來的一些算式 那我們先跟各位介紹一點特例 如果1號2號質量相同的彈性碰撞 它會發生一件事 叫速度互換 速度交換 這就像撞球的定桿 撞球的定桿 白手去撞紅球 白手停下來 紅球往前跑 那可以從這個式子去做驗證 V1-F 然後如果1和2質量相同 那第一項就會變成0 第二項變成了2N 2N 除上M加N 所以2N所以2N 沒錯 它變成了V2 那同樣點 V2-Pi 也是第一項是0 第二項變這樣 所以最後變V1 也就是說 我一開始的速度 是你碰撞後的速度 你一開始的速度 是我碰撞後的速度 假如說我現在速度是3 你的速度是5 碰撞完之後是你的速度是3 我的速度是5 速度交換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介紹了 彈性碰撞 它的過程 它的過程中有一個點叫最接近 最接近的時候 速度相等 恰好是直行速度 那彈性碰撞遵守 碰撞前後 總動能 相等 再加上 總動量手橫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兩個式子 這兩個式子 接近速率等於分離速率 以及彈性碰撞後的末數公式 謝謝各位同學